江虫猜年龄24岁,甜心年龄28岁,体重同样是70公斤 身高都是一样,1米75 不过江虫猜的战绩要高于甜心非常的多 各位观众大家好,这里是江苏卫视和昆尚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宁综合格斗节目昆仑爵 我是现场解说,综合陈埃 观众朋友大家好,我是昆仑爵亚伟 现在進行的是70公斤级的诸神之战的四分之一决赛 对,这是第一组的诸神的四分之一决赛 现在已经到了白热化的时候了,诸神之战 希望甜心能再次给我们惊喜 甜心应该是今年昆仑爵的一个意外收获 对,因为甜心确实是比较灵活 对,刚才看到连续两个高边腿是把中国的散打的风格表现出来了 对 但是江通才成名,虽然年轻啊 但是成名已久,而且涉猎的范围比较广 职业拳击,泰拳,成绩都非常不错 所以甜心还是要小心啊 江通才是经典的泰式打法 然后稳健,然后步步为营 然后每一级都很沉重 对,因为江通才的拳法其实单从拳法来说也是非常的优秀啊 甜心还是要控制好这个距离啊,按照自己的节奏打 因为中国散打的特点实际上是快速灵活 对,而且相对散打控制的 好,差一点 其实这个力如果发好了还真上头了 对,这个高扫挂头啊 我们同意这么说,就是相对的是比较冷招一些 但是力量没有发的完整 对 如果像这个高边上都像鞭子一样打上去 就有可能重击丢了有时候 对 好,第一艘腿 虽然中国散打的其实很多运动员很擅长侧胎腿 对 但最近是不是偏少了一点 对,因为侧胎腿呢,就是通过实战能够运用 它耗费体能会比较大一些 我建议甜心不要再这么硬扛 用胳膊或者说去内部去硬扛 对 很多探前手就是直接攻击你的上肢 直到你失去进攻能力 手抬不起来 手抬不起来 对 甜心应该往自己的外侧转 对,从这个,又是一个 高腿 对 甜心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隐蔽的 在两个拳法的掩护下一个高扫挂腿 对 哦,非常重的吸法 好,最后的十秒 好,我们看到 好,我们看到甜心的右手臂啊,已经红肿了 确实这个真的很重啊 很重,很重 就是硬扛你说的 对 包括我们看到甜心的左腿也是因为几次低扫也有一点红 所以像 对泰国选手这种法力非常,包括吸法 看我们看近身的这种吸法 如果生生用身体去扛的话,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好,接着我们到第二局 哦,后白腿 前心要小心自己的右侧这个位置啊 因为我们看到江中猜主要的发力位置还是以左腿为主 对,就像你提醒的这样 就是甜心对他这种扫腿可能不能硬扛 对 实际上要卸点力或者用步伐绕开 对 应该要打一些游击战 然后让更灵活一些 对 这个泰拳选手是非常硬的 对 我们就是兵法上也常说 避其锋芒,攻其薄弱 呃,不能用 啊 刚才这个机刀 一定要避开对方这种最厉害 对你杀伤力最大的一个 嗯 这个他对技战手要能应援得非常好 对 嗯 现在是甜心找不到太好的办法 达到自己的攻击范围 对 他现在没有攻击的方式 然后被他压制住 对 因为只要到了一定距离呢 江中猜就会很发力的去用扫腿 还有耽搁的这种攻击去妨碍他 所以甜心一定要现在找到一个好的方式 现在甜心尝试用侧态水能够控制距离 先稳住 别让他进来了 我觉得甜心应该是因为我在我们的晋级赛里边啊 呃,只有这一次机会 呃,甜心应该是要再 再多找找办法 对于泰国选手来说啊,这种大幅度的腿法 他会看得非常的准 因为我们知道泰国选手有一些躲闪是非常的灵活的 因为泰国人自己训练就天天踢腿 所以他在对抗过程中对腿更熟悉 对 我倒觉得这打泰国人的话 常常拳法有时候更容易获得优势 因为说防拳少 对 就所以可能要打中展阵一进到里头打拳法 换一种打法 对,因为呃,但是呢 江洞赛他的拳法 全是属好的 对,呃,在泰国选手里面 泰国当时是好的 对对对 有些泰国拳手说实在的拳法确实明显是个弱点 对 但是就是我对于江洞赛的了解啊 他的比赛就是说我拳法在行的 如果我用腿和膝能解决战斗 我不去给你拼拳 对 因为确实拼拳的危险性太大了 对 而且从这个相对平衡的角度来说 我们对手也有可能选法更好 这是有可能的 对 好,第二局结束 这个同样的 天心在第二局的这种方法并不是特别的多 好,我们看下江洞在这个扫腿这个力量啊 好,我们看下江洞在这种方法并不是特别的 连续的推法 好,我们看下江洞在那这么一 года 好,我们看下江洞在这种方法并不是特别的 我们看下江洞在这种方法并不是特别的 薛杉、基督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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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督之 进入昆仁杰 主持日战四分之一 决赛第一场的最后一局 决赛 精神的吸法 天心在这种中间距离的时候 一定要打破对手这种节奏 对 打进去 要打进去 看看中间距离怎么样 中间距离显然不断优势 在打中间距离 对 我觉得最后一局了 一定要尝试一下 对 现在江中山整个比赛 还是主要用的是可以 所以要进去不让他用可以 对 天心还是要打进去 然后但是也不要抱上 就是打中间距离 但不要贴身 对 因为前两局 中间距离用的比较少 这个摟抱也不行 如果真正进入内围的话 江中山是他有优势的吗 对 你真正进内围的话 就是有中间距离是比较合适的 对 打中拳我觉得还是这个 对 就是按照刚才这样的几下 其实并不错 还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击中 对 逼近打中间距离 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机会 不要主动的去摟抱 摟抱有时候是体能下降的一种表现 对 但就在这场比赛来说的话 现在必须更积极 最后的一分多钟 要有动作 打到近身的时候 动作还是要 我们的裁判应该是要给到这个警告 请告江中山不要做这种摟抱 对 就打这种中间距离 然后打拳 对 这个要出拳 这个要出拳 对 我觉得最后这几十秒钟了 一定要孤独一致 一定要孤独一致 对 这也是战术意识 对 出拳要出拳 对 不要摟抱 不要摟抱 对 你只有出动作才有机会 对 应该前两句肯定江中山是不拳的 所以必须出拳 非常的占优势 还得中进距离 不能让他踢 细法 还有这一句转身边权 挺新的体力可能也是 在游所下降 最后的十秒钟 出现次数少了 中文比赛马 比赛马上结束了 江中山确实是比较明显 三局的整个的掌控力度都不错 还是在压到一个优势明显的 对 整体实力感觉到是更强 那控制场上 其实我觉得甜心应该从第一局或者是第二局 因为甜心的风格就跟第一局一样 他就打那种游走中远距离 对 本场比赛结果如下 一号裁判来自中国 28 28比29 二号裁判 韩国 27比30 三号裁判来自伊朗 28比30 四号裁判 美国 27比30 五号裁判来自日本 28比30 and your winner 比赛结果 蓝方胜 江藤蔡在诸神之战的擂台上 书写了自己的传奇 此时此刻 我们的国际宝贝将象征王者荣耀的金色拳套 和我们的奖杯都已经带到了台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